以后那么多的悲伤 那么多的脆量 大家好 我是阿龙 因为这两天准备要撤离了 但是在这边认识一个捷克的一个兄弟 他在这边拉 帮人家拉沙子 然后他说这边 这有个村子 感觉挺原始的 整个山上面就住几户人家 有一家 他说 爸爸也不在了 然后妈妈也改嫁了 现在只有一个奶奶 带三个我 他说家里真的很一般 然后我今天就过来了 不来不知道 一来真的吓我一跳 因为我从来没上过这么高的山 而且这边路有三种路 石子路 水泥路 还有 就是那个没有 就是我车子底下又被刮了 刮的一塌糊涂 给大家看看 在下面的时候很热 在上面 哇太冷了 这个海拔真的太高了 光这个山路啊 就是这个盘山路啊 开车开了接近一个小时 哇 盘山路真的 开车让人提心吊胆 太高了 这上面 这已经是在山上了啊 哇 大家看到了没 下面 最下面啊 现在极客兄弟已经在我旁边了 由于有很多问题啊 然后就不让他漏尽了 兄弟你是怎么认识的 我是拉沙子认识的 认识的 这山大概有多高 太高了 我感觉上来我都受不了 冻死了 那带我到他们家去看看 等一下麻烦你帮个忙 欢迎一下 好 杰克兄弟是他们吗 是啊是啊 大姐 你好 你好 他怎么搞 他们说不认识 不认识 我跟他打招呼嘛 阿姨怎么坐到这里啊 他们他们说没事 没事闲着坐在这里 就这三个小朋友吗 怎么都都搞这么脏 比气开辣的 可以 你跟他说可以到他家去坐着吗 嗯 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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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好 好那走走到你家去坐 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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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几小伙子 刚刚跟这个阿姨交流了一下 其实我也没交流会啊 因为这个阿姨啥都不用说啊 就是普通话不会欢迎 三个小朋友也是一样 感觉隔离了啊 这因为这山这么高吗 我去 现在就到他家去看看 感觉好冷啊 这个就他家吗 这边 兄弟这就他家了 是 就是他们家 又咬那小狗 哇 还有小鸽子 我去 哎呦 还有一个兔子呢 哎 这上面这是什么灯枪 小长啊 嗯 嗯 酿不湿 嗯 谁的 谁用了 怎么这这酿不湿都不能用了 还能发到 不知道 哈喽小朋友 来来 叔叔这里有鸡蛋 鸡蛋 来 没事吧 头抬起来啊 嗯 来 来 大姐 搞个鸡蛋吃 酥的 嗯 嗯 谢谢 嗯 不客气 由于他们这家 其实 大家也看到了 情况就这样 可能是我来这边 看到家庭是最差的一家 但是 这孩子是什么情况 兄弟说 这孩子 他的爸爸死了 他的妈妈 嫁人了 嫁人了 他妈他们平时 来看他吗 没有 一直不是 不看 不看的 不看的 我去 这上面这么人 海马太高了 人家 哎呀 你是要把他们搞干净一点 你看 小朋友 她 把他们搞死了 没那个爸妈的孩子啊 真的 你看她手 我去 来 帮一口 老大叫什么名字 妈妈的火 爱花 爸爸叫什么 拉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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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阿嘞 阿姬 阿姬 老阿叫什么 阿姬 阿姬 小家伙呢 十娘 十娘 嗯 这是女孩子啊 哇 这两个都女孩子吗 你玩的 是是是 是的 是这男孩子这两个女孩子 是 这太冷了 你看他们都把头套戴上了 哎呦 我这趟就是碰巧碰到兄弟了 来的是说实话 车上也没带什么衣服啊什么 等一下我来给他找一找 被子什么 兄弟 你看我的伙伴 别今天要害羞 哇 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计划 res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know life's short so I wanna live real But how's it supposed to feel How's it supposed to feel How's it supposed to feel It can't reach him 土 ayeno 重点 别怕 不怕 他说要送给你 送给我 嗯 这鸽子这么可爱 这鸽子这么可爱 给我啊 给我两只鸽子 这鸽子好漂亮 这真的送给叔叔了 谢谢 真的 真的 你这个送给我吧 我要回家炖汤吃了 看到这边人特别纯粕 我来就给他们几个鸡蛋 什么都没带东西啊 熟鸡蛋 你给一个 又要送我两鸽子 真的 真的谢谢啊 怎么说呢 这鸽子就是他们家 唯一的生机 我也不可能 把他带走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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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放了啊 阿姨我就不要了 谢谢 真的谢谢 哦 反正跟他沟通 我感觉也特别难 所以说自己啊 我也不知道 我看车上面还有什么物资 我来拿过来给阿姨和几个小朋友 好 随着我的镜头 拿点东西过来 这几个孩子一直在山里面都没有出去过来 非常内向的 低头吃鸡蛋了 看了让人难过 也让人心疼 这几个孩子蹲在这里 基本上没有说过话 真是没妈的孩子 像跟曹友妈的孩子像快宝 你读书了吗 啊 他读书了没有 他没有 他身体怎么了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他腿 腿摔伤了 他病了 腿怎么病了 这怎么搞烫伤的 不是 是 冻了吗 冻伤了吗 冻伤了吗 突然变变 这感觉是冻伤的 我去 那只脚没事吧 哎呦 袜子也没有 哎呦我的妈 小朋友太可怜了 他们他们都读书了没有 他们说没有 都没读书了 都没读书 这老大几岁了 九岁了 九岁了 九岁应该让他读书了 这边读书比学要远吗 走路要多久 刚刚我们 这边读书也比较麻烦 刚刚我问法庭了一下 说这边读书的话 走路要两三个小时下去 就是挺远的 九岁还 可能一个人不方面 小拉多太可怜了 年纪小小的腿就被冻伤了 由于伤特别大 就没有那么近的牌 这三个小孩 没有爸妈 只有奶奶照顾他 真的太可怜了 这么大了还没有读书 大家请看下集更精彩 善良的老人